第九百零一章 摘下你的面具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出了清仙古镇 夜晨走上了苍茫的大地 他走得漫无边际 一路都在思索 一路都在难语 楚轩 你果然在夺我 他不怀疑老人的猜测 因为这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这一路走来 做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大楚和人不知谁人不晓 楚轩没有理由会不知道 但他没有回去 他在逃避 我是你的夜晨啊 你到底怕我什么 夜晨袖中双拳握得泛白 是仙伦眼 夜晨猛地驻足了 眸中闪射着锐利的金芒 你身上藏着秘密 是怕仙眼看破吗 夜晨四次想到了问题所在 六道仙伦眼可看破世间一些虚妄 他能想到的楚轩所惧怕之物 八成就是他 若真是如此 我毁掉仙伦眼 你可否会回来 夜晨喃喃一声 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的左眼 快快快 那夜晨成和霍尊又开战了 他喃喃之际 虚天之上 响起了急促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沉思 霍尊 夜晨下意识地抬手 仰看虚天 诸多修士 或是踏着飞溅 或是腾云驾雾 速度快慢不一 相同的是 他们都朝着一方飞去 不由的 他连接了道深的神势 入眼 他看到的便是一道 身穿紫禁衣的人影 那是霍尊 脚踏着太阴神海 投悬着太阴圆月 手持着太阴神剑 他封神如玉 体魄强大 就如一尊神王 今日 便送你上路 夜晨谋若神灯 一步踏上了虚天 这是一片群山 聚悦凌厉 大气磅礴 坐落在中通大地 却如一条巨戎一般盘踞 此刻 群山四方 围满了人影 黑压压的人潮如海洋 皆是修士 目光无一例外的 全都眺望着远方 那里 仿若雷霆轰鸣 两道身影在大战 一方 太阅神海席天卷地 或尊如神王助力其中 通体神盲四射 耀眼无比 身侧异象交织 玄妙无比 虽是人 但却给人一种如山的压力 一方 昊雨星天遮天蔽日 星辰道身立于旗下 已是血气滔天 金色神灰笼罩其身 身躯似如黄金铸造 他像一尊战神 气概八荒 逗了不下八百回合了吧 人潮中 有人唏嘘了一声 真是俩畜生啊 大楚真是人才被出啊 多有老辈修士 唏嘘感叹了一声 死了一个夜尘 却是冒出了一个夜星辰 不过说起来 这夜星辰跟夜尘 还是差点 看架势 他们今日这是要不死不休啊 来来来 给俺们挪挪地儿 议论声中 撒货连推带挤的塞了进来 这三人 仔细一瞅 可不就是维文卓 李章 和陈荣云吗 来晚了 已经开打了 撒货没脸没皮的 俨然未曾发现四周那一张张漆黑的老脸 还挤 没垫了 很快 身侧传来了大骂声 但下一刻 他就飞了出去 飞出去了老远老远 哇 四周人摇看了一眼天际 这才将目光放在了刚刚走进来的人身上 上下打量着 剑骑戴着面具 纷纷露出了诧异之色 这位道友 我很欣赏你 维文卓一脸语重 心肠地看着叶晨 我也很欣赏你 叶晨回了一句 但目光却是落在了群山之中 那里 星辰道深和霍尊大战正憨 两人大战场景甚是浩大 一座座大山巨月 在万众瞩目之下 化作了飞灰 星辰道深战的浑身是血 多出筋骨暴露在外 胸前还有一道森然的血洞 他虽然身负叶晨九城战里 但毕竟是外里 他没有本尊霸道的圣体身躯 没有本尊强横的外道法乡 仅此两点 便不如霍尊 相比他而言 霍尊也好不到乃去 身形狼狈 身负多出剑痕 特别是后背 那是一道深深的沟壑 还能看到其发光的几股 甚是触目惊心 拆下你的面具 霍尊赫声震天 单手掐绝 太阴神海中 画出了九条巨龙 扑向了星辰道身 有能耐自己摘 星辰道身冷哼一声 一如既往的强势 手持一把金龙刀 一刀斩灭了五头巨龙 挥手一拳打爆了剩下四头 今日 必斩你 霍尊一步登天 灵天斩落一刀 旷式剑芒 平你 星辰道身吼声震天 不退反镜 逆天而上 一刀斩破了霍尊剑芒 给我镇压 霍尊在线盖世神通 幻化了一尊太极神镜 如山沉重 凌空压塌了半个虚天 破 当场 星辰道身 便被压得身形裂浅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险些跌落虚天 给我破 稳住了身形 星辰道身滔天气血 如江河喷涌而出 似火燃烧一般 生生顶起了太极神镜 手握浩宇星辰 演化周天秘书 一拳轰穿了太极神镜 死吧 霍尊一步挪移而来 一指神盲 洞穿了虚天 携带着催枯拉小的神威 万剑封神 星辰道身不惧 以万剑归翼 与封神诀 这两门盖世神通 瞬间合一 哄 当场 群山爆出了轰鸣 两种神通相撞 有光运蔓延 数十座大山被揽腰斩断 多有观战者受到波及 整个人都被碾成了血污 破 万众瞩目之下 霍尊喷血 被震退 破 一世万众瞩目之下 星辰道身也喷出了鲜血 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哄 随着一声轰鸣 星辰道身材 生生止住身形 许是身体太过沉重 踩得虚天轰鸣 而随着他身形止住 他脸带的面具 也随之崩裂了 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 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靠 当场 四方观战者 便集体抱了一声粗口 好似看到了 不可思议的画面 叶辰还活着 叶星辰就是叶辰 太多人的表情 在次一瞬间 变得极度的精彩 这些天 叶辰的死讯 传得沸沸扬扬的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如今再见那张脸 所有人都如同遭了雷劈 这他娘的 又被叶辰耍了 果然是你 虚天之上 霍尊孝的争鸣 不知为何 看到星辰到身那张脸时 他竟然生出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兴奋 兴奋地让他癫狂 他是谁 他是嗜血垫圣子 是太阴之体 早年不止一次地 在叶辰手中吃扁 当听到叶辰死讯时 他还心有遗憾 没有亲手斩了叶辰 这个盖世大敌 如今 再见叶辰 他安能不癫狂 因为他可以完成 他的夙愿了 哇 这边 星辰到身擦拭了嘴角鲜血 再次抡动金刀 准备再与货尊战上 八百回合 然 未等他动身 一只手掌 已经放在了他肩膀上了 随后 还有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我来 本章完 第九百零二章 叶辰 叶星辰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老大 得见本尊 星辰到身 喜出望外 老大 星辰到身声音虽小 但依旧被四方捕捉到了 当下 脸戴面具的叶辰 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连叶辰都称之为老大的人 那是何等的存在啊 不只是他们 就连对面的霍尊 也蒙眯成了一条线 死死地盯着叶辰 你退下 叶辰淡一声 微微上前一步 摇对霍尊 得嘞 道身当即闪退 退到了人潮的一方 旋即 四周的人 很集体后退了一步 许是抵抗不住 他身上流露出的煞气 至于另一缘由 便是在提防他 生怕他干出什么扯淡的事来 你们这都什么眼神 星辰到身扫了一圈 一双双目光 都像看鬼一样看着他 来来来 让让 让让 大呼小叫的声音响起 维文卓他们又挤了过来 当场把星辰到身被围住了 各个神色奇怪的上下 打量着星辰到身 掉 你真掉 陈荣云唏嘘扎舌了一声 怎么搞都搞不死 我心甚畏啊 维文卓语重心长地摸了摸下巴 靠 他话音刚落 便闻身侧里 张一声霸气侧落的狼嚎声 靠 李章的狼嚎声如一道惊雷一般 惹动了天地 四方观战者又集体抱了一句粗口 搞什么 陈荣云和维文卓猛了 愕然地看着李章和四方观战者 待他们目光扫过远方夜城时 也不由得霸气侧落得嚎了一嗓子 靠 不怪四方这么大的反应 只因夜城摘下了鬼名面具 露出了与夜星辰一模一样的脸庞 机智的我 有仙剑之名 星辰到身意味深长地说道 两只手还捂着自己的耳朵 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在场的人张了张嘴 瞅了瞅夜城 又看了看星辰到身 瞅了瞅星辰到身 又都集体看向了夜城 低调 低调 星辰到身 很自觉地整了整衣衫 两 两个夜城 所有人都挠了挠头 表情不是一般的精彩 别闹 一个是夜城 一个是夜星辰 可谓吗 长得一模一样 你到底是谁 现场诡异的气氛 终是被霍尊一声大吼所打破 无名 夜城 回应他的 只是淡淡一声 无论你是谁 今日必斩你 霍尊眼眸血红 吼声如雷霆 一步踏碎了虚空 一掌大印横推而来 当真是霸绝无比 可摧毁一切 你不行 夜城话语平淡 不退反进 一步踏碎了一座大山 八荒拳强势出击 一拳轰碎了银面来的大印 就连霍尊也被震得登登后退 这么强 四方骇然 当再去看星辰道深 却惊恶地发现 星辰道深的气势 已经一落千丈 杀 霍尊怒吼震天 劈头散发 面目凶宁 滚滚太阴之气 席天卷地 太阅神海遮天蔽日 压向夜城 再见夜城 所在天地 变成了混沌一片 亦是遮天蔽日 天地都昏暗了 继而 混沌之中有电闪雷鸣 一道道雷霆如油蛇在飞窜 一股寂灭之气笼罩天地 那混沌当场裂开了 轻者生于天 卓者顿于地 然 混沌化开天地之后 依旧在演化 天地变得明亮 在白天与黑夜中轮混 骄阳高挂 放射亿万光芒 音乐悬天 绽放银辉 其内 一座座大山拔地而起 巍峨磅礴 一片片汪洋汹涌翻滚 广阔浩渺 长河横贯大地 滋养了生灵 万物滋生 给这天地出开的世界 点缀了绚丽的颜色 生机蓬勃 俨然一片真正的世界 那 那是什么 四方哗然 外道法乡 他们见过不少 但夜晨这般浩大的外道法乡 还是第一次见 以混沌掩天化地 他修的是混沌之道 有老辈修士沉饮了一声 老眸中 还有惊叹之色 哼 惊叹声中 霍尊的太阅神海 和夜晨的混沌世界 撞在了一起 爆出了惊世神威 当场 太阅神海被压制 霍尊被震退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霍尊嘶吼 他自认自己的道无敌 但却被夜晨压制 他无法接受 没什么不可能 夜晨如一头蛮荒祖龙杀来 左手乾坤 右手阴阳 乾坤供给 阴阳互补 打出了巅峰一击 啊 霍尊怒吼 亦在眼花盖世神通 一击灌绝天地 哼 又是今天大碰撞 场景甚是浩大 延绵的群山寝客间被夷为平地 天地都失色了 杀 霍尊扑杀而至 有气吞山河之事 太阴神葬在颤鸣 血脉之力如韬河大江 气血韬天 夜晨不语 以最强势姿态回应 黄金气血喷勃 似火燃烧 黄金圣区神灰闪耀 如耀眼星辰 璀璨夺目 如旷世战神 气概八荒 这 这也太强了 直至躲出千百丈 才有人神色苍白地摇看着远方 那一方天地 已成混乱之地 神光飞射 电闪雷鸣 如若人杜劫一般 气与云交织 雷雨电共舞 遮住了他们的视线 能看到 就只有两道模糊的人影在大战 多有人已经开启了通天眼 想要拨开云雾 看清战况 但通天眼备受刺痛 我说哥啊 你们到底是谁夜晨 陈荣云躲在了星辰道深深后 小心脏扑通扑通的 我叫夜晨晨 晨晨到深抠了抠耳朵 你俩该不会是软生兄弟吧 维文卓表情奇怪地看着星辰道深 要不咋说你长得很招人待见呢 星辰道深 一脸语重 心长地看着维文卓 哄 三人扯淡之际 远方响起了轰雷声 太月神还整个都裂开了 一道血骨淋漓跌落出来 撞得虚无空间不断崩塌 是霍尊 观战者瞬间看出是谁 目光又集体看向了另一方 那是一片混沌之海 夜晨立于其上 一步步走向霍尊 有僻逆天下的威势 我不谢 我不谢 霍尊脸色猙獰 扭曲不堪 燃烧了太阴本源 换来了更为强大的战力 那就打到你谢 夜晨一声冷哼 一步挪移杀到霍尊身前 金拳紧握 金色撞纹流转在拳指之间 一拳霸绝无双 打爆霍尊半个躯体 颈向圣人 霍尊后退 骨骼在碰撞 血肉在蠕动 有金银神光萦绕起身 被打爆的躯体生长了出来 全身毛孔大张 呼吸太阴之力 激发了神脏潜能 啊 霍尊在嘶吼 吼声如万雷轰鸣 其身后虚天俱颤 四尊庞然 巨物显现 乃青龙 白虎 朱雀和玄武 站满四方虚天 奉他为王 借我之力涅槃吗 夜晨双眼神光炙热 不诚想 霍尊竟因祸得福 踏出了重要一步 风神诀 夜晨快如闪电 杀剑灵力 一剑洞穿了虚天 霍尊冷哼 眉心有一只 树眼豁然张开 扫出一片灿灿神灰 汇聚成一道神境 咔嚓 夜晨一剑洞穿神境 但见之威力 却被泄得干干净净 死吧 霍尊抬手一指 点出一缕神芒 直指夜晨眉心 夜晨神色如常 太须挪移施展 转移了要害 那缕神芒很是霸道 戳穿了他的肩骨 一招击中 霍尊斜剑而来 斩向夜晨头颅 神伤 夜晨一声轻斥 眉心有灵魂惊剑射出 霍尊神色一变 豁然抽身后退 眉心数眼顿化漩涡 竟吞掉了灵魂金剑 夜晨扑来 眸光赤胜 射出两道雷霆 破 霍尊冷斥 乃音波秘术 震碎雷霆 一剑斩来 差点将夜晨一剑生批 还你一拳 夜晨自不会白白吃亏 挥掌成刀 剖开霍尊胸膛 扯出了两截血骨 顷刻将其碾碎 几瞬之间对决 两人各有胜负 时间虽然 却招招凶险 看得观战者心惊肉跳 给我镇压 霍尊立身虚天 大手猛灰 镜子九霄 招来一挂银河 卷着九十九座石碑 碰 碰 碰 九十九座神碑 分裂虚天各方 将夜成为在其中 每一座石碑之上 都刻满了符文 有太阴之气 临天垂落 每一缕都沉重如山 见状 夜成眉头微皱 召唤出了混沌神鼎 凶悍如他 手握大鼎一族 左右冲沙 躲过了石碑神光扫射 将大鼎当作兵器 重如山月的大鼎 临天砸下 将一座石碑砸得崩裂 这样也可以 四方观战者 看得眼睛发直 虚天之上 手握大鼎的夜成 勇猛无敌 每到一处 便有一座石碑被砸裂 石碑组合的沙阵出现窝口 浑身是血的夜成 犹如一头蛟龙杀出 一步挪移 杀到了霍尊十丈外 轮动大鼎 将霍尊砸飞了出去 破 霍尊喷雪 飞出去上百丈 落下之后 又登登后退了十几丈 这才止住身形 骨骼都被砸得尽碎 杀 霍尊雷霆震怒 瞬间扑杀而至 轰 碰 轰隆 大战再起 崩天裂地 场景比到身和霍尊大战时 更为浩大 见状 四方人朝神色大变 纷纷闪退 如此级别的对战 多往前一步 便是无底深渊 两人都身负不朽血脉传承 但却都不是完整的 叶尘并非完整的荒谷圣体 霍尊并非精粹的太阴之体 血脉不方伯仲 修为旗鼓相当 一个如盖世神王 一个如旷世战神 在虚天之上争雄 此一幕 看得观战者漠然了 年轻修士神情没了颜色 与那二人同处一世 他们注定只是陪衬 老被修士在暗自摇头 不用追溯的几百年前 饶是他们如今的实力 也一样被那二人碾压 本章完 第九百零三章 抢时间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碰 轰隆 那是一片混乱之地 血腥而暴虐 除雀交战双方 无人可踏足 也无人敢踏足 天地昏暗 乌云翻滚 有雷电在撕裂 长颈恍若天地初开 两道血淋淋的人影穿行其中 时而杀至虚天 时而跌落大地 站得崩天裂地 四方观战者 依旧是沉默一片 星辰道身 不止一次深吸气了 静静遥望 虽是道身 但他亦有强者之心 直至今日 方才明白 与本尊是何等的差距 身负本尊九成战里 连未曾涅槃的霍尊都站不过 更别说如今的霍尊了 如此惊世之战 惹来了更多人瞩目 北楚诸多势力都被惊动了 纷纷派人打探 而惊爆的消息 也从这里 传遍了大楚 叶辰没死 此一消息 北楚炸开锅了 各方势力 集体默哀了三秒钟 让血穷来见我 嗜血殿大殿中 嗜血炎罗如若疯狗 疯狂地咆哮着 这些十日 嗜血殿接连受打击 诸多重地被捣毁 诸多长老被暗杀 就连辛辛苦苦捉来的特殊血脉 也被盗走 诸多消息之中 他得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 便是叶辰死了 每当想起 那些让人愤怒的坏消息 他都会以叶辰的死讯为未解 自欺欺人 只有这样 他才好受险 如今 叶辰没死 让他自敢 嗜血殿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嗜血炎罗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此刻 刚刚带兵灰头土脸 回到第九分店的血穷 当听到叶辰消息之后 整个人都瘫倒在了地上 叶辰没死 那就是说 他此次整个任务之中 非一旦就没有立下一丝一毫的功勋 反而接连受挫 让第九分店损失极其惨重 血穷身躯颤抖 脸色煞白一片 本来他还能拿叶辰的死来抵掉一些过错 但现在看来 他手中没有筹码了 等待他的结局 可想而知 所有人 给我杀 血穷当即下令 为了弥补自己过错 他需要叶辰这个筹码 很快 一路劳累的第九分店大军再次开拔 浩浩荡荡 杀气通天 是要斩灭叶辰 然 北楚的沸腾 非但没有止歇 反而愈演愈烈 因为其中还牵扯到另一个人 那便是叶星辰 谁会想到 在北楚脚的天翻地覆的叶星辰 竟然与叶辰长得一模一样 我娘了乖乖 这他娘的 怎么跟闹着玩似的 南楚边界 还在修筑城墙的古三通他们 各个唏嘘扎舌 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 王 那夜星辰 魔狱大殿中 诸多魔将纷纷试探性地 看着魁宇江 道身 魁宇江冷冷一声 浩瀚的魔谋之中 魔光闪射 似是想起了古老岁月的往事 新年 炎黄正是用他的道身 牵制了魔狱三殿大军 为炎黄封位皇者 争取了宝贵时间 而强大的魔狱 自那时起 便一败再败 破 破 九天之上 有鲜血倾洒而下 夜晨和霍尊 还在血战 大战比想象中的还要惨烈 饶使夜晨强大的圣体之躯 都几番爆裂了 不过 相比他而言 霍尊更惨 纵然是涅槃了 但依旧不是夜晨的对手 他被逼得发狂了 夜晨之强 远超他的预料 嗯 还在大战的夜晨 猛地侧手 目力极尽汇聚 眺望着远方天际 带他们走 立刻 马上 他当即传音星辰道身 语气还有些急促 明白 星辰道身点头 似是也欲感到危险 跟我走 还看着眸光熠熠的维温卓他们 当场被他拽出了人潮 别啊 看得正起劲呢 不要命了吗 星辰道身一声冷哼 直接上手了 强行将他们拽上了虚天 他之后 又有诸多老家伙 不断漠然离场了 他们也感觉到了不对 四面八方都有危险的气息传来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那不知一个两个人 而是修士大军 而且是嗜血店的修士大军 但 不是所有人都如夜晨和那些老家伙一样 感知灵敏 那些个道行不够 又喜欢看戏的修士们 此刻还看得目不转睛 俩然未曾发觉危险在逼近 虚天之上 夜晨的功伐愈发的猛烈 他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 无论付出何等代价 也要在嗜血店大军赶到之前 灭了祸尊 太阴之体 如玄灵之体一般 潜力太过巨大了 这样的人 一旦成长起来 必定是一大祸端 大战至此 胜负已分 但 胜负与生死是两个概念 他能赢祸尊 不一定能斩杀祸尊 想要斩灭这个盖世大敌 他不仅要付出惨烈的代价 还需要足够的时间 很显然 他的嗜血店 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杀 杀 杀 祸尊怒吼声振战苍穹 他满眼暴虐 已经陷入了癫狂 是要再次涅槃 斩灭夜晨 如此 正中夜晨下怀 若霍尊执意要逃 他自然拦不住 但若霍尊要死战 那他定会奉陪到底 嗡 翻手收了霸龙刀 他赤手空拳杀来 金拳无敌 霸绝无比 杀 霍尊劈头散发 手握神兵 如大魔扑杀而至 一剑斩落 裂开天地 夜晨不加防御 任由霍尊一剑 劈在肩膀上 而他强势出击 一掌劈的霍尊 差点跪在地上 太阴肢体的肩骨 因其寸寸断裂 霍尊嘶吼 再次挥剑 但夜晨更快 一拳将其轰翻出去 继而一步挪移 在霍尊登登后退之时 金拳强势出击 当真是拳拳见血 打得霍尊血骨横飞 霍尊在咆哮 太阴之力在燃烧 崩裂的躯体 亮起了金银之光 倾泻的鲜血 纷纷倒流 伤痕愈合速度之快 看得观战者心头一跳 夜晨气血生疼 又如洪荒祖龙杀志 霍尊再战 一剑劈来 在夜晨身上 斩出一道泄鹤 打爆你 夜晨金拳沉重 勇猛无敌 一拳打穿了霍尊躯体 霍尊登登后退 但他速度更快 一步踏上前 一掌如刀 卸掉了霍尊一条胳膊 给我朱砂 霍尊眉心射出杀箭 直逼夜晨神海 却被单祖龙魂张口声吞了 此一瞬 夜晨翻手一掌遮天 将霍尊压落了须天 哄 大地颤动 被霍尊砸出一个深坑 万众瞩目之下 夜晨如一道金色神芒 从天而降 刚刚起身的霍尊 被他一拳轰翻 接下来的画面 就格外血腥了 霍尊从被轰翻之后 便再没站起来 被夜晨一拳紧接着一拳 硬生生地打到了地底 轰 轰 轰 天地之间能听到的便是轰隆声 恐怖的震动从地底传上来 整个大地在晃动 不断地崩裂再崩裂 鼓动 四方观战者 都不由地吞了一口口水 夜晨简直太生猛了 嗯 有人眉头猛皱 豁然看向了四方须天 脸色顿然大变 哄 须天之上 四面八方都在轰隆 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 远方天际 黑色的海洋遮天蔽日 吞天那地 汹涌而来 仔细您看 那是人潮汇聚的海洋 这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煞白了 之前看得太入神 俨然望去了这里那里 这是中通大地 嗜血垫的地盘 如今夜晨活着 他们怎能善罢甘休 调动了修士大军 哄 所有人骇然之时 大地再次裂开 一道血骨淋漓的身影 冲出了地底 仔细一看 乃是霍尊 嗡 随之飞出的还有夜晨 他手握一杆漆黑战矛 逆天抛了出去 霍尊若中招 必死无疑 然 就在此时 一道血色的神盲 划天而来 不偏不倚地击飞了漆黑战矛 见状 夜晨豁然厕首 入眼 他看到的是一片血海 一道黑衣人影踏在旗上 如一尊王一般缓缓而来 其后有还有庞大的异象 那是一片血色地域 枯骨堆积 血流成河 血尊 本章完 第九百零四章 玉血战神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该死 夜晨一声暗骂 就差一点 他便能斩了霍尊 如今血战杀来 四面周天 还有嗜血大军 想要再强行诛杀霍尊 显然是行不通了 我记得你的气息 是你毁了阎罗山 血尊一步踏来 身体如山 沉重无比 虚天都承受不住 崩塌了半边 天地都失色了 夜晨不语 也没空搭理血尊 转身便跑 留下 血尊冷哼 大手探出 遮天蔽日 重如大月 碾碎世间一切 夜晨身形裂且 撑开了外道法箱 生生抗住了那遮天大手 而后一步挪移 顿出了大手覆盖的范围 他并非占不过血尊 但如今的局面 他面对的不仅是血尊 还有四面诛天围杀 而治的嗜血大军 你逃得掉吗 血尊眸中寒芒闪射 单手掐绝 声音威严无比 嗡 虚天震荡 一座庞大石门显现 挡住夜晨去路 那石门厚重如山 刻满古老符文 其上有血气流液 每一缕都写有寂灭之气 石门打开 里面漆黑一片 一眼看不到尽头 能听闻其内哀嚎声 他如一张大口 似要吞进世间一切生灵 太虚龙戒 夜晨动了太虚镜法 将石门笼罩 封住了恐怖吞噬力 朱面 血尊自后杀来 张口喷出一口血气 化作了血海 其内卷着八盏血色神灯 封住了八方诸天 乃是一座大阵 要困死夜晨 夜晨眸光炙热 翻手取出乌皇战矛 战矛沉重 又洞穿十万江山之神威 破 随着夜晨一声轻斥 八盏神灯组合的阵法 被他一毛戳出一个大洞 踏入蛟龙 藤月而出 真是小看你了 血尊一步跨越而来 掌指成刀 临天披下 夜晨举毛格挡 当场被披得半跪在须天 尖骨都裂开了 给我开 夜晨嘶吼 圣血沸腾 燃烧成磅礴精气 黄金身躯 豁然站起 震开了血尊 万剑归一 夜晨挥剑摇指血尊 打出万道神剑 何为一道 洞穿了须天 血尊当即挥手 碾碎了剑芒 继而一步追来 一指神芒 直逼夜晨后脑 然 就在此时 再逃的夜晨 豁然一个转身 眉心惊辉闪射 一道金色神芒 蹦射而出 乃神伤秘数 血尊身躯一颤 神色大变 未曾料到 夜晨杀了一个回马枪 电光火石之间 他豁然收手 急速后退 眉心一有灵魂神剑 迸射出来 没空陪你疯 此一瞬 夜晨已经一步跨越 顿出了几百丈 来走 血尊面目凶宁了下来 他乃嗜血殿太上 老祖一辈的人 接连施展神通 竟未能拿下一个后背 此事传出 他必将成为大楚的笑柄 前方 夜晨气血如火焰熊熊燃烧 仙伦天生运转 恢复着伤势 轰 轰隆 是血殿大军杀来了 铺天盖地 如黑色汪洋在翻涌 杀气通天 拦住他 人潮之中 血穹立于战车之上 如君灵天下的王一般 挥剑咬指夜晨 声落 嗜血殿强者纷纷动手 挤出了杀气 打出了剑芒 轰出掌印 其数量铺天盖地 斜雷霆之威 压下了夜晨 夜晨沉默不语 任由漫天神通打来 却是没有丝毫多于动作 有的只是侧眼瞥了一眼身后 脚踏着血海的血尊 此刻也扑杀而至 打出了盖世一击 此一幕 让龟缩在一起的观战者 脸色惨白 看得是心头在打战 那可是修士大军的一波攻击 若是他们 绝对是死死无生的下场 夜晨多半会被灭 有人张了张嘴 嗓子干涩无比 此刻 前方漫天攻击距离夜晨只有三五丈 身后血尊攻击也只有三五丈 夜晨被夹在中间 虽然还未被击中 但恐怖杀伐之气已让他胜躯裂开 死吧 此刻 不只是血穷 就连身后的血尊也是满眼争鸣 然 就在所有人以为夜晨要被当场轰杀之时 夜晨动了 一步豁然踏了出去 嗖 他消失了 动用了缩地成寸的秘书 然 嗜血垫大军的攻击和血尊的攻击 并未因他的消失而停下 血尊愣了一瞬 脸色巨变 夜晨消失 刚刚冲上来的他 不偏不倚地撞上了漫天攻击 整个人都被淹没其中 雄伟身躯 当场崩裂 破 破 破 他遭殃了 嗜血垫大军也遭殃了 因为针对夜晨打出的盖世一击 扫进了嗜血垫大军之中 那是一幅下面的画面 成片成片的嗜血垫强者 在那一击之下 化作了截灰 这 这 观战者看得眼睛都直了 很多人都 还未反应过来 再看夜晨 施展了缩地成寸 并非让他杀出包围 而是落在了嗜血垫大军之中 缩地成寸 无上的空间密法 他只领略了皮毛 不是每次都能触发成功 而刚才的算计 他也是在赌 幸运的是 他赌赢了 嗜血垫大军 还在猛逼状态 而夜晨 已经抡动了霸龙刀 破 当场 他所在的地方 成片的嗜血垫强者 被拦腰斩断 虚天瞬间空出了一大片 给我杀 立于战车之上的谢穷 远远便看到夜晨 豁然挥剑 指向了这边 嗚 夜晨祭出了混沌神顶 神顶歪道 顶口朝向一方 滚滚的混沌之气 倾泻出来 如滔滔江海 每一缕都沉重无比 压得虚天俱颤 吞没着一片又一片鲜活的生命 他眉心神光闪烁 九州神徒随之祭出 横列虚天 如一挂银河 扫出了盖世神盲 嗜血垫强者 再次遭殃 其后 上千尊杀气接连飞出 各个神灰闪耀 如一颗颗耀眼星辰一般 联合爆出了神威 夜晨再次撑开了异想 混沌世界在演化 道则融入其中 所过之处 尸山血海 嗜血垫大军损失惨重 被夜晨接连的攻击 打得人仰马翻 然 稳住阵脚之后 嗜血垫的攻击也到了 混沌之海被劈开了 九州神徒被数以万计的杀气 联合挡住了 夜晨祭出的上千尊灵气 也接连被打得崩碎 就连其混沌世界异象 也被虚空绝杀大阵 当场击穿 这便是修士大军的威势 数量的绝对的压制 足以弥补战力的不足 破 夜晨喷血了 刚刚修复的圣区 再次裂开 有鲜血喷不而出 化作了精气 杀 嗜血垫大军不给夜晨喘息机会 自四面八方如潮涌来 挡我折死 夜晨赫声如雷霆 修为弱的 当场被镇成了血雾 破 破 破 他手握霸龙刀 左右拼杀 没有人能挡住他一招 锁过住处 嗜血垫强者成片成片地倒下 天 被鲜血染红了 浓厚的血雾在汹涌 大地 也被鲜血染红了 满地的死尸 尸山血海 触目惊心 若有空中俯瞰 黑色汪洋之中 夜晨那道黄金色的身影 显得格外的刺目 他如一尊玉血的战神 气吞山河 立盖八荒 一人之力 打得嗜血垫 溃不成军 这 已经退出去的观战者们 看着所向披靡的夜晨 集体实化了 那是一殿大军啊 几十万的修士 修为最弱的 都在空明镜一重 却被一人杀的仁阳马翻 天庭圣主 却有栗战八荒的气魄 魄 惊叹声中 夜晨受创了 被虚空绝杀阵扫中了 强大的圣蛆 被洞穿 随即裂开 金色的鲜血 在虚天之上 每一滴都甚是刺眼 杀 夜晨大吼 圣血在燃烧 仙伦天生秘术疯狂运转 每一滴圣血都 每一劫圣谷都闪着晶莹之光 吞吐着圣体晶圆 修复着残破圣蛆 他的疯狂 让嗜血殿大军满眼惊惧 以为与他们对战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尊杀神 本章完 第905章 八王在线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轰 碰 轰 咙咙咙 这是一片血色的炼狱 人命如草剑 黑压压的大军之中 夜晨身披 魂天战甲 手握霸龙刀 还在拼死冲杀 他真就如战神一般 在浴血中燃烧 前路用血骨扑住 无人能阻他步伐 他 他还是人吗 战车上 血穷嘴皮抖动 连握杀剑的手臂都颤抖了 连他这个做统帅的都恐惧 更别说他的手下了 不知为何 天地间的轰隆声止歇了 摇看去 漆黑的人潮汪洋之中 空出了一片方圆千丈的地方 手握霸龙刀的夜晨立于其中 方圆千丈之内 竟无人敢踏足 杀 给我杀 血穷疯狂地咆哮着 因为恐惧 让他癫狂 是要在今日斩灭夜晨 然 他的命令 在此一瞬 变得不怎么好使了 几十万大军 将那方圆千丈的须天 为了几千层 却都紧握着兵器 不敢上前 那是一片死亡之地 这便是天庭圣主的威势 如一座八千丈巨岳 无人敢去撼动 哄 须天炸裂了 一尊身披金色铠甲的人走了出来 头生独龙脚 妖气滔天 身后亦有妖气海洋汹涌 在这数之不尽的大军 碾压着须天 妖王 四方修士顿然色变 妖王军领九霄 盖世威压金颤天地 并没有下令诸杀夜城 而是眸光冰冷地看向了另一方须天 那里 苍穹轰然裂开了 有一青年一步踏出 头悬着古老大中 亦是身披铠甲 黑发如铺 谋若新尘 乃东皇之子周天翊 他身后 亦有无数人影踏天而来 乃东皇天府神朝大军 妖族和天府神朝大军各占一方须天 遥遥对立 杀气通天 颇有当场开战的架势 真是阴魂不散 妖王冷冷一声 若你执意插手 天府神朝不介意与妖族提前开战 周天翊话语平淡 但却无比强势 天府神朝 好大的口气啊 冰冷又微严的声音响彻天地 一尊伟岸身躯踏出 助力在虚天之上 又气吞巴黄之势 仔细一看 乃是乌宙王 乌宙族又何尝不是 铿锵之声当即响起 身披黄金战甲的龙腾现身了 身后圣殿战旗阳天忽略 数之不尽 恍若海洋一般 龙腾话语刚落 天地之间 凸显厉鬼污名 哀嚎声让人心灵发颤 碰 随着一声轰鸣地动山摇 盖世的鬼王来了 力压九天 哀 随即便是一声轻叹 颤巍巍的地范也现身了 天殿大军如潮涌动 今日还真是热闹 悠悠声音传遍九霄 世魂王也来了 笑声飘渺 充满了魔力 听得人心神恍惚 他前脚刚到 一道倩影便现身在虚天 乃是身披战衣的南鸣玉树 东方 血海在汹涌 一个雄伟身躯踏之而来 身后显现庞大异象 乃是一片血色的焦土 依稀可见城山的尸骨 血王来了 血王现身 萧尘提着战王级也现身了 九天战龙宗大军随后就到 碰 碰 碰 须天并不平静 砰砰轰鸣声 不绝于耳 摇看去 那是一支幽冥大军 排列着整齐的方队 每人都握着时髦 都穿着古老的铠甲 肩膀之上 永远吹不散的 乃是灰尘 他们神色木讷 双目空洞 肢体甚是僵硬 真就如死人一般 刚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一般 幽 幽冥地府 四方修士心灵打战 主要是幽冥大军 看着太过圣人了 幽冥阎罗王的神色 与那些幽冥之兵一样 也是如死人一般 也为由一轮皎洁的圆月 在东方升起时 他眸中 还有一丝神光闪射 千商月来了 踏着月光神河 如九天来的仙女 白衣如雪 圣洁无瑕 其后 便是大楚黄烟 披着战役 手握着太阿剑 与千商月不同的事 他像是一个征战杀场的女将军 英姿飒爽 神姿绝世 他也是领着大军来的 但目光却不是放在下面 而是放在须天一方 那里 空间在扭曲 须空在撕裂 有横贯古今的杀器在肆虐 那是杀手神朝 并非献身 但却被大楚皇族诸强 声声堵在那里 轰 轰隆 轰隆隆 须天在轰隆 久经不散 似是承受不住威压 随时都有崩裂的危险 天帝 在这一刻 变得昏暗了下来 须天乌云翻滚 电闪雷鸣 惊世的威压 让天帝战立 让天之下的人 置于贵妇下去 这 这是要延续万古前的大战吗 四方修士脸色惨白 身躯止不住在颤抖 没有人会想到 今日中通大帝 竟会惹来这么多恐怖的存在 他们是盖世的王 他们是皇者后裔 在大楚各个年代 都是盖世死敌 如今齐聚一次 像是要决战 明白了 煞世间 有人恍然大悟 目光看向了被围住的叶臣 他们的目标 是天庭圣主 所有人都如梦方醒 天庭圣主 潜力太过巨大了 不出意外 会是这个时代的皇者 那些西年的王 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 他们又怎会容许叶臣崛起 他们怕了 所以要斩灭叶臣这个祸端 然 他们到此 注定只是看客 因为皇者后裔也来了 他们的父辈 曾经皆是这片土地的皇者 他们的任务 便是守护历代皇者所守护的苍生 为后世皇者护道 天帝 在轰鸣声禁止了 四方朱天 皆是暗兵不动 或者可以说 他们都在互相牵制 很明确地分成两个阵营 朱王朱叶臣 而皇者后裔在乎叶臣 他们虽未开战 却在暗自对抗 哄 天穷轰鸣 又一次裂开了 那片虚天 有魔物在翻滚 席卷卷着一片血色的胶土 一席间都还能看到 其内的滚滚血河 和城山的尸骨 以及寂灭的星辰 一道模糊身影 缓化而来 他体魄雄伟 如山如月 血发在飘荡 每一缕都闪着魔光 那双血色的眸子 浩瀚如星空 让人一眼望不到尽头 盖世的魔王 均临中通大地 他的出现 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因为魔狱 是这里唯一一个 不受牵制的势力 换言之 他们左右着这场战争的成败 对于万众瞩目之光 魁宇将直接无视 他均临久消 俯瞰须天 在几十万世血垫修饰之中 很准确地找到了叶臣的身影 那道销瘦的身影立在那里 形单影之 相比如汪洋的大军 是那么的孤寂 叶臣 本王给你一个机会 魁宇将开口了 声音威严 传遍诸天 与我一战 你胜 随你离开 你拜 这里既是你的葬身地 本章完 第906章 王的高傲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魔王的声音充满了威严 在天地间无限回荡 此话一出 四方心头为之跳 那可是盖世的魔王啊 这是要亲手斩灭这个后世皇者吗 这是一个让人无奈的对决 却也是叶臣一个人生巅峰 与王一战 此乃无上的荣耀 然 太多人都在暗自叹息 魔王的挑战 那是无上的荣耀 但魔王这却是趁人之威 莫说叶臣重伤在身 不在巅峰状态 就算具备巅峰战力 他也不是魔王的对手 此挑战 太不公平 万众瞩目之下 叶臣微微抬手 遥看虚天 神情冷漠 目不斜视 盖世的魔王 今日 你也要放下王的高傲吗 王的高傲 魔王笑得 扬天大笑 笑声震动九天 笑着笑着 他的笑声便戛然而止 浩瀚的魔谋之中 布满了血丝 死死盯着叶臣 在我选择苟且偷生的那一日起 我便已经放在了王的高傲 你会对这世道低头 会对他低头吗 叶臣话语平淡 扬起了手臂 露出了食指上的悬仓玉戒 悬仓玉戒 魔王难语 那戒指虽小 但落在他眼中 却甚是刺目 那不仅是一枚戒指 他是由炎黄玉谷所住 乃炎黄圣物 只有历代炎黄圣主 才有资格佩戴 魔王沉默了 魔光有些朦胧 似是一起了新年争戎岁月 天地 宁静了 不知何时 他才挪动了脚步 缓缓转身 呼 他的转身 让太多人都暗自松了一口气 魔王 纵然放下了王的高傲 但还是想保住最后一丝可怜的尊严 那便是不能被炎黄看清 他可以对任何人低下高傲的头颅 除了炎黄 魁宇江 身后 弑魂王勃然怒吼 你是要破坏与本王的约定吗 魁宇江不乏不减 但却有一缕紫光 从他手里飞出 飞向了弑魂王 仔细您看 那是一颗灵珠 里面封印着一颗丹药 哦不对 更准确来说 是半颗丹药 它泛着一缕缕紫光 其上还有六条残破的丹纹 六 六纹 四方亥然 太多人气息变得急喘 天际丹 夜沉眼眸微眯了一下 认出了那半颗丹药 那可不就是天际丹吗 这便是交换条件 弑雀殿和弑魂王送去了半颗天际丹 这才请动了魔王魁宇江 只是 人算不如天算 他们是太小看了魁宇江 堂堂魔狱魔王 竟然会被一枚戒指经退 这是他们无论如何 也未曾想到的结局 混蛋 天地之间 皆是弑魂王暴怒的声音 杀 下方 夜沉已经抡动了霸龙刀 他虽然戒炎皇的名头 惊退了魔王 但他的危机 依旧未曾解除 南明玉树和萧尘他们 大军阵仗虽然不弱 但他不能给他援手 他们需要牵制弑魂王他们 而他想要活命 一切 还是要靠自己 杀 给我杀 暴怒的弑魂王 如一条疯狗一般咆哮着 他的命令 貌似比血穷管用 被夜沉打得毫无战意的嗜血大军 硬着头皮 向着夜沉围杀而去 当我折死 夜沉豁然抡刀 斩灭一片 身后 血骨淋漓的血尊杀来了 张口吐出了一口杀剑 拖 夜沉豁然转身 一掌碾碎了那杀剑 但却被血尊一指神盲 冻穿了胸膛 还你一拳 夜沉冷哼 八荒拳九道合一 一拳打爆了血尊半个躯体 论静战 圣体同皆无敌 偏偏 血尊明白这个道理 却还要以己之短暂比之长 啊 血尊怒吼 气血在燃烧 急速地修复了躯体 再次扑杀而出 眉心有杀剑 谋中有神盲 不分先后而来 扑 夜沉一道斩了一片 再次回身 以身硬汉血尊杀剑和神盲 轮刀便砍 在血尊胸前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鹤 几十万修士大军之中 两人大战升级了 血尊动用了晋级秘术 恢复了年轻状态 虽然寿源不多 但气血依旧磅礴 所施神通 各个都是通天的存在 打得夜沉胜躯几番爆裂 再看夜沉 开了魔道 几种提升战力的秘术同时开启 战力达到了修道以来的最巅峰 黄金胜躯在燃烧 血脉之力在汹涌 战役滔天 霸绝无敌 轰 碰 轰隆隆 天地轰鸣了 二人血战 万众瞩目 此刻 嗜血大军停手了 各个仰着头看着虚天 与诸王和皇者后裔一般 他们成了看客 破 破 破 鲜血在倾洒 人影在爆裂 两人从天站到地 从地站到天 从南站到北 从西站到东 场景无比浩大 崩天裂地 虚无空间在寸寸断裂 而他们说战的地方 嗜血垫成片的化作血物 以至于 他们打到哪 哪里都会空出一片方圆万丈的地方 无人刚上前 因为那也是死亡之地 破 鲜血飞溅 叶辰受窗 胸骨被抓得粉碎 为此 血尊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一条胳膊 被叶辰生生撕了下来 啊 血尊怒吼 运转秘术 修复身躯 不会给你机会 叶辰如一头龙杀志 金拳无敌 出手刚猛霸道 打得血尊登登后退 本就血骨淋漓的躯体 骨骼在碎裂 几次都差点被叶辰打爆 我不信 血尊面目猙獰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如恶魔一般 在咆哮呜吼 那就打到你屑 叶辰栖身在血尊面前 一掌差点生批了血尊 血尊登登后退 燃烧晶圆修复伤痕 但叶辰不给他时间 再次扑杀而来 他修复一次 叶辰就打爆一次 强大的修复秘法 远远跟不上 叶辰在他身上留下的伤痕 这画面 有些血腥了 血尊落了下风 无力招架 被叶辰赤手空拳 从北方虚天 一路打到了南方虚天 从东方虚天 又一路打到了西方 西虚天 看得四方哗然一片 如此战力 远超想象了 虚天一方 萧辰狠狠吸了一口气 这个时代 我们注定是陪衬 龙腾笑着摇了摇头 他有皇者之姿 注定要开创不朽的传承 大楚黄烟他们 纷纷点了点头 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 都给我杀 见情是不妙 世魂王勃然怒喝 这是什么局面 几十万修士 都探娘的仰头看戏 怎么不去吃食 听到命令 嗜血大军纷纷开动 虚空绝杀阵颤动 威能复苏 扫出了寂灭之力 破 叶尘胜区被洞穿 坠落了虚天 嗜血大军涌来 将其淹没了 滚 一秒之后 怒吼声直冲苍穹 叶尘站起来了 一掌横扫了一片 继而 他席卷着滔天血气 再次逆天杀向了九霄 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雪尊 眼见叶尘杀来 雪尊身躯聚颤 眼中有恐惧之色 蹬蹬地后退 乃走 见状 嗜血垫几百道身影 纷纷杀志 挡在了雪尊身前 打出了恐怖神通 叶尘疯狂了 一路冲撞而来 丝毫不加防御 以身硬汗 金色大手横扫须天 那几百道身影 被他一掌碾成 碾成了血色云雾 死吧 嗜血大军人潮如海 汹涌而来 将血尊死死护在了身后 杀 叶尘不退反径 提着霸龙刀 如蛟龙一般 杀入了人潮 一步一刀 一刀一片 但凡上前阻挡之人 都被他一刀斩落虚天 纵然被嗜血大军护着 但雪尊依旧满眼恐惧 摇摇晃晃地后退着 你能逃到哪里 浑身是血的叶尘 如一头地狱里来的修罗一般 劈开了人潮 杀出了一条血路 这下雪尊驻足了 转身变逃 叶尘提刀在后 疯狂地追杀 四面八方都有攻击打来 一刀刀钩壳印在血色盛躯之上 不见了人形 却依旧不能挡住他斩灭 雪尊的步伐 黄泉路上 你不孤单 叶尘抡动了霸龙刀 一刀劈开了苍穹 破 鲜血喷剑 雪尊头颅当场被斩落 被叶尘灰壁抓在了手中 本章完 第九百零七章 战龙在天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天地昏暗 血风呼啸 时间 好似在此一瞬 化作了永恒 誓写大军经据 所有人都仰看着虚天 那个如战神又如魔王的人 手里提着雪尊那颗血淋淋的头颅 那画面 让人不敢直视 还有谁 叶尘一吼 天地动荡 雷霆轰鸣 嗜血大军 身躯集体一颤 他们被杀怕了 那道身影 让他们恐惧 嗜血双尊 笑话 叶尘笑得癫狂 将雪尊头颅抛下了苍穹 封在混沌神顶中的严尊 也被他扔了出来 嗡 漆黑战矛嗡鸣 被他远远指出 破 破 雪尊的头颅被冻穿 严尊的头颅也被冻穿 嗜血双尊 被同一杆战矛 生生定在了虚天之上 此一幕 嗜血大军身躯再次一颤 脸色惨白 那可是嗜血垫的双尊啊 堂堂准天巅峰强者 在几十万修士大军之中 竟然都被斩了 他们还有什么勇气上前 往前一步 便是无间地狱 此刻 太多人都恍然大悟了 早些十日 嗜血颜尊出世 各大世家少主被斩 也是夜城的杰作 杀 给我杀 后退着 死 嗜魂王在咆哮 若非有难民玉树牵制 他会毫不犹豫地杀出来 嗜血大军动了 四方斗入海巢 杀 夜城动了 直奔一方杀去 手中霸龙刀沾满圣血 嗡名而动 包芒无匹 要帮主人杀出一条血路 扑 扑 扑 夜城在不断受窗 连仙伦天生都架不住了 但 他依旧勇猛 身后堆满了血淋漓的身体 脚踩的是血骨扑住的路途 漠然间 浴血中的他 顿入了一个奇妙的状态 他忘却了疼痛 无敌的战意 让他在血鱼骨中涅槃蜕变 体内每一滴圣血都在燃烧 每一节圣骨都在颤鸣 圣体本源在喷勃 血脉之力在汹涌 他手中的刀 别的不一样了 前路纵然黑暗 但被展开了光明 好 好 好 不知何时 他身侧响起了浑尘的龙银声 一头金色龙影 自他体内冲出 有雷霆营绕 龙躯脚剑 环绕其身 声如雷霆 震动九霄 震 战龙在天 立于须天的消沉 张了张嘴 神色一瞬恍惚 战龙在天 竟还能再见这等一响 我不如他啊 龙腾喃喃了一声 爷爷 何为战龙在天 有不安事事的小修 好奇地看着身侧的老辈修士 那是无敌的战意 所幻化的外向 老辈修士惊叹地看着虚天 外向 小修挠了挠头 外到法乡吗 并非是道 老修士轻轻摇了摇头 那是一种意志 有我无敌的意志 啊 啊 血色的战场之上 满是惨烈的哀嚎 叶辰战役所幻化的龙行 碾压着一片又一片的修士 他虽是虚幻的 但却沉重如山 最主要的无敌的意志 在碾压着人的心神 见状 是魂王面目凶宁 眸中寒芒乍射 豁然一掌拍向了叶辰 当我等不存在吗 南冥玉树身后 走出八人 各个身形伟岸 打出了盖世神通 阻隔了弑魂王盖世一击 另外 几方须天 如鬼王和血王 他们都在蠢蠢欲动 然 周天翼和萧辰他们 将他们盯得死死的 但凡他们有异动 迎接的必是他们雷霆一击 战 叶辰一声嘶吼 震天动地 还有雷霆和龙吟声 射人心神 他站至了望我之境 胜区在不断裂开 但他的战意 却是不减反增 那是一种无敌的意志 他在浴血 在蜕变 这一战 乃是专属他的涅槃 我心不死 我生不灭 此刻 他才真正明目着八字真谛 这条路满是荆棘 没有无敌的意志 哪来朗朗乾坤 杀 给我杀 战车之上 血穹疯狂地舞动着杀剑 咬指着叶辰 然 他却躲在了后方 血尊和严尊 那是两个血淋淋的例子 若叶辰真的发狠杀过来 他自认不敢与之大战的 破 破 破 随着人潮不断被攻开 叶辰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如一头蛟龙一般 冲出了包围圈 混蛋 视魂王怒吼 杀气通天 追 给我追 血穹下令 欲动战车追杀而来 他虽然惧怕叶辰 但他更惧怕死 他需要用叶辰来保命 大军动了 如黑色汪洋 翻滚地向着叶辰追去 然 所有人都知道 想杀叶辰 已经不可能了 且不说能不能追上 就算追上又如何 叶辰能杀出第一次 就能杀出第二次 他们 已经错过了 斩灭叶辰的最好时机 好 好 好 缥缈的虚天之上 龙银声响彻 叶辰如金芒 战龙如影随形 所过之处 多有人忍不住要跪腹下去 身后 嗜血殿第九分殿 铺天盖地 紧紧跟随 杀 杀 杀 北楚各大世家 皆有强者扑杀出来 叶辰不能留 杀 杀 杀 嗜血殿大殿 嗜血炎罗在咆哮 其他八殿大军全都出动了 从四面八方为来 是要把叶辰斩灭在中通大地 北楚轰动了 南楚也轰动了 整个大楚都沸腾了 这么大动静 还在南楚边界修筑城墙的古三通他们 得到情报之后 脸色骤变 嗜血殿酒殿大军 北楚各大势力齐出 这等阵仗 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南楚天庭 如此庞大的真正 竟然只是围杀叶辰一人 干 跟他们干 炎黄炎山已经拎出了战斧 整个天庭热血沸腾 雷战鼓 中将的声音响彻了天地 冗长浑尘的战鼓声 传遍了南楚四方 天庭重将披上了战甲 天庭大军迅速集结 南楚统一 天庭大军第一次踏出南楚边界 停 正当天庭大军杀入北楚之时 一人挡在了须天之上 仔细一看 乃是叶辰一道分身 手里还握着一块金色的令牌 其上刻有二字 天庭 天庭大军退回南楚 为令者 斩 叶辰分身高举令牌 声音铿锵 响彻九霄 我靠 你哪冒出来的 扛着战斧的阎山 嚎了一嗓子 本尊离开南楚之前 留我在此 叶辰分身扣了扣耳朵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皱眉了 在场人哪一个都不是傻子 叶辰是早料到会有如今这一幕 这才留下了这道手持天庭圣令的分身 希望各位明白本尊的良苦用心 叶辰分身依旧是高举令牌 天庭重将且放宽心 本尊自有保命之法 我 诶诶诶 刚谁跑过去了 叶辰分身一句话没说完 便有一道神光 自他身前飞了过去 仔细一看 乃是楚灵 灵儿 横月真人他们纷纷出手 将楚灵儿禁锢在了虚天之上 本章完 第908章 动荡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哄 哄咚咚 天地不平静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本是白日 但北楚大地 却是昏暗无比 追 给我追 九霄天穷 这样的怒吼声犹如圣旨 冰冷威严 在北楚天空经久不散 嗜血殿雷霆震怒 各大世家震怒 北楚震怒 堂堂嗜血双尊 竟被定死在虚天之上 堂堂嗜血殿几十万修士 竟然杀得溃不成军 堂堂北楚大地 竟被一人耍得天玄地转 轰 轰隆 轰隆隆 天地动荡 似有金戈铁马在奔腾 苍茫的大地上 到处都是人潮 杀气通天 当我折死 北楚天空 嘶吼声如旷式雷霆 惊颤九霄 仰看须天 总会有一道挺拔的血色背影 身披残破战甲 手握瞻血霸龙刀 从南沙到北 从西沙到东 欲神杀神 欲佛诸佛 天庭圣主 威震天下 他 该被后世所传送 惹北楚几百万修士追杀 这是他的结束 亦是他的无上荣耀 夜 降临了 漆黑的夜幕之下 夜晨现身了 亮亮呛呛 拖着血骨淋漓的圣区 逃入了一片严绵的群山 自那日冲出 一过三天三夜 他且战且逃 前前后后历经了近千场血战 终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打出了天庭圣主的赫赫威名 逃出来了 他疲惫一笑 硬挺的身躯 终是无力地躺在了巨石之下 这一战 他受伤太重 仙伦天生之下 他头发已然花白 强如圣体的磅礴气血 此刻也干枯了 残破圣区残破 整个都蒙在了鲜血之下 所幸 他还活着 而且战绩 堪与欧阳王相比肩 老大 不知何时 脑海中才响起了 星辰道深的呼唤 死不了 夜晨淡淡一声 疯狂地稀释着丹药真元 驻剑城他们 有没有撤离北楚 那必须撤啊 驻剑城少主陈荣云的话语 响起了 再通过星辰道深 与夜晨通话 得亏你吸引了北楚注意力 不然少不了麻烦 我已经不止一次 派人通知你们了吧 夜晨说着 又捏碎了一粒丹药 老家伙们徘徊不定 我有什么办法 陈荣云无奈地耸了耸肩 安心去南楚 终有一日 我会带你们杀回去 这个我信 陈荣云咧嘴一笑 夜晨没有再回话 专心恢复伤势 陈荣云他们四也知道 夜晨此刻状态 便隔断了联系 以免打搅夜晨 夜 依旧不平静 北楚混乱无比 到处都弥漫着杀伐之气 看着不断滑天过的人潮 太多人都都忍不住唏嘘扎舌了 这么大的动静 千年难遇啊 天庭圣主 调炸天了 我细数一下 加上北楚各大势力 竟千万的修士啊 我们 也该做出决断了 一个年迈的老修士 狠狠吸了一口气 此话一出 太多人都微皱了 一下眉头 那老修士话里有话 这是要提前站队了 而且听起语气 是要站在天庭一方 诸多隐秘世家都沉默了 经此一战 夜晨崛起之势 已无人可挡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看出他 身负皇者之姿 这样的人 多半会是大楚帝十皇 天之下 已经有隐世世家有了行动 而且数量还不少 不一 或是去南楚 或是去凡人界 但目的却基本是一致的 那就是避难 如今 嗜血殿和北楚各大势力 已经红了眼 说不定就会借寻找夜晨为理由 给北楚来一次大清场 但凡中立的势力 都将会是他们的目标 果然 诸多老家伙的猜测 还是很正确的 追杀夜晨的第四日 北楚一些隐世世家 被灭了满门 其后更有一些中立势力 频频被灭 北楚大地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浩瀚的星空 都被一层血色的面纱所遮盖 每逢夜晚 都还有凄厉的哀嚎声响彻天地 甚是吓人 找 挖地三尺丢找 嗜血殿大殿中 嗜血炎罗怒喝深圳的大殿 翁龙晃动 他浑身是血 杀伐之气汹涌 满眼的凶宁 真就如地狱里的炎罗一般 至于他身上的血 自然是那些中立家族的 他也参与了屠杀 第九日夜晚 夜晨缓缓睁开了双眼 他脸色依旧苍白 伤势恢复了大半 但暗伤依旧在 想要重归巅峰状态 还需一些时日 快快 去那边看看 夜晨还未起身 便听闻山外的呼喝声 一对嗜血殿强者 搜寻而来 阴魂不散 夜晨一声冷哼 当即起身 却并非去战 而是逃 他此刻的状态 不利大战 若再惹来嗜血殿大军 那就不好了 然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余光瞟见了一个人 他人身披着血色铠甲 体魄雄壮 浑身流液着血色之气 还有雷电在撕裂 血料 夜晨眸中 闪过了一道金光 山外那人 可不就是嗜血殿 第八分殿的店主血料吗 夜晨驻足了 又转回了身 若是嗜血殿 其他店主倒也罢了 但这血料不一样 那丝有天眼 而且还是不弱的天眼 蕴含了精纯的天眼本源 乃仙伦眼所需的养料 今日来了 就不用走了 夜晨冷冷一笑 顿入了虚无空间 偷偷摸摸地向着山外而去 山外 血料已经驻足 双眼闪着紫色光韵 微眯地看着四方 却是毫无所获 店主 你说夜晨会不会已经回南楚了 一个统领看向了血料 不可能 血料当即否决 通往南楚的传送阵 八成以上都已被毁掉 剩下的传送阵 都有重兵把守 他难不成要飞着回南楚 他一定还在北楚 也对 北楚太大了 纵然我们人多 想找一个人 也如大海捞针 那就继续找 我 血料话语未落 便戛然而止了 身躯在聚颤 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 悠然而生 闪开 下一秒 他豁然一声爆喝 一步挪移了出去 扑 他刚走 一个统领的头颅 便被斩落 众人顿然色变 刚要挪动脚步 便突赶 即被一阵寒风袭来 扑 扑 扑 一瞬间 十几尊空明镜强者 便尽数被斩灭 连惨叫声都没发出 便烟消云散了 何人 剩下的上百强者 勃然大喝 纷纷退到了血料身侧 脸色惊俱地 看着黑暗之中 能如此干脆利落地 斩灭十几尊空明镜 他们好似 已经猜出是谁了 快 发信号 还是血料镇定 未见夜晨 便当即下令了 玄机 一个紫衣老者便单手掐绝 一道神光自他天灵盖冲天起 正 指纹杀剑争鸣 那道刚刚直插云霄的神光 还未飞向远方 便被夜晨一剑斩灭了 再发 血料豁然大喝了 然 他话语刚落 虚天便震荡了 九根光柱灵天助力而下 各个营绕着龙器 有符文相连 汇聚成一座庞大牢笼 将血料他们 纷纷笼罩其中 这牢笼 不用说便是太虚龙镜了 破 因为太虚龙镜的阻隔 那紫衣老者第二次发出的信号神光 也被太虚龙镜阻隔了下来 见状 血料坦然色变 似是认得这牢笼是和神通 也更加知道他的恐怖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悠悠的声音响起 黑暗之中 手握赤消的夜晨 一步步走了出来 周侧环绕金色战龙 他如夜的幽灵一般 露着两排雪白的牙齿 笑得甚是灿烂 本章完 第909章 再得天眼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碰 随着虚天一颤 夜晨驻足了 饶有兴趣地看着血料等人 两排牙齿在月夜之下 甚是雪白 然 他的笑容虽然灿烂 但落在血料他们眼中 却是像是死神在招手 那是什么人啊 那是天庭圣主 那是夜晨 杀得几十万修士 溃不成君 于虚天之上 力斩双尊 更是在尽千万修士的围锥堵截之下 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 他是战神 亦是杀神 紧紧看着 便身体发颤 这 便是天庭圣主的威势 打破这牢笼 其他人 随我诛杀夜晨 血料豁然挥溅 向夜晨扑杀而来 其后更有一百多空明镜跟随 他倒是比血穷镇定多了 至少他没有因为恐惧而迷失神志 想要杀夜晨 就必须召唤修士大军 而召唤修士大军的前提 便是打破着牢笼 速战速决 夜晨心中暗语 谋光瞬间赤胜 既然知道血料的目的 那他自然不能让血料得逞 嗡 嗡 嗡 虚空嗡鸣 血料等人纷纷祭出了灵气 复苏了巅峰未能 扫出了如海的神芒 破 夜晨一声冷斥 混沌神鼎和九州神徒一同飞出 各自绽放神威 碾碎了如海的神芒 死吧 血料一剑 已经贯穿虚天 威力强横 霸绝无比 乃绝杀的大神通 嗜血双尊都被我斩了 是谁给你的自信 夜晨冷笑 瞬间躲过了血料绝杀一剑 而后一剑平天 血穷身侧的 当即便有十几人被斩灭 见状 血料豁然一掌 推出了一片血海 当即将夜晨淹没 开 只一秒 夜晨便一剑劈开了血海 翻手一拳 将血料震退 争 争 争 身后 嗜血垫强者 纷纷祭出杀剑 在夜晨身后 留下了一道道血盒 滚 夜晨一声冷哼 一个大摔杯手 横扫了一片 与此同时 血料口吐一缕血气 化作血海 卷着一颗紫色灵珠 压向了夜晨 夜晨冷笑 一步踏天 抗龙八荒 何为一道 一拳 将紫色灵珠 轰尘飞灰 血料再次被震退 还未止住身形 便见眼前鬼魅一现 一只金拳 已经迎面轰来 他心念一动 在身前凝聚出了 玄光盾甲防御 碰 咔嚓 破 此三道声音接连不断 夜晨一拳 砸在了玄光盾甲之上 将其轰穿 血料瘦窗 胸骨尽碎 蹬蹬后退 逢神诀 夜晨出手干脆利落 他如风 快如神盲 血料刚刚定身 便被他一剑贯穿了胸膛 啊 血穷怒吼 急速后退 乃走 夜晨一步踏出 急速跟上 却被两侧涌来的 嗜血垫强者 挡住其去路 挡我折死 夜晨提着沾血赤销剑 一步步逼上前 但凡阻挡之人 竟被他一剑斩灭 无人能挡住他一剑 饶是空明镜巅峰 也不能 他的强大 让人骇然 怕了 嗜血垫强者怕了 手握杀剑的手臂都颤抖了 几十尊空明镜 外加一个准天镜 竟然集体被夜晨逼得蹬蹬后退 无人刚上前 上前祭死 杀 给我杀 血料不断地推着挡在他身前的 嗜血垫强者 他也怕了 夜晨就如杀神 让他惊惧 店主的命令 不得不从 嗜血垫强者 硬着头皮冲杀而来 疯狂地打出神通 扑 扑 扑 夜晨不断受窗 精血喷剑 甚是刺目 然 他的步伐没有停下 以胜躯硬汗 一步步走上前 每次挥剑 都有一人被斩下头颅 几十尊空明镜 一分钟不到 便纷纷化作了 他剑下亡魂 到你了 夜晨气血生疼 血脉之力在汹涌 浑身都绽放着神灰 沐浴在圣血之下 身躯如黄金融柱 璀璨夺目 杀 极度的恐惧 让血料下冲杀了过来 双眸神光炙热 射出了两道雷霆 你的天眼 对我无效 夜晨左眼 先轮转动 显现漆黑漩涡 将那两道雷霆 卷了进去 而后一拳轰穿了虚天 打爆了血料半个躯体 啊 血料嘶吼 劈头散发如恶魔 急速地修复着躯体 但夜晨并未给他时间 瞬间杀制 依旧是无敌的金拳 拳拳拳见血 血料的身躯被打得不见了人形 丝毫没有还手的余地 黄泉路上 你不孤单 夜晨声音冰冷 依旧是金氏的一件 直逼血料眉心 不 不不 血料瞳孔凸显 满脸金拒 还未被冻穿眉心 身体便冷落寒冰 好似整个人都落入了无间地狱 破 随着鲜血飞溅 血穷眉心 被夜晨一箭冻穿 哄 与此同时 另外的嗜血垫强者 破开了太虚龙镜牢笼 然 一切都晚了 血料已经被斩了 天眼本源也被夺走了 逃啊 连血料都被斩了 那些嗜血垫强者满眼惊惧 转身就跑 来走 夜晨就欲追来 但敢踏出一步 便眉头一皱 远远便看到了 天际黑压压的人潮沙来了 而且数量极其庞大 其中步伐准天境强者 见状 夜晨豁然转身 消失在了黑暗里 目的既已达到 便没有再与嗜血垫大军应聘的必要 哄 轰隆隆 他刚走没多久 人潮海洋便凶勇至了 压得虚天轰隆作响 混蛋 看着被定死在虚天的血料 嗜血垫强者勃然震怒 大军顿时散开 疯狂地搜寻着 这边 夜晨已经再次顿入了群山 如一道神盲一般 将自己逃跑的本事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直至第二日夜晚 他才驻足在一片鸟不拉屎的山林之中 环视了一眼四方 他这才取出了血料的天眼本源 血料的天眼本源 依旧是两颗虚幻的眼睛 蕴含精纯同力 被他仙伦眼强势吸收 顿时 他神海一颤 仙伦印记随之转动了一下 同力增加不少 整个天地 在他眼中变得清晰了很多 其中还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道运 真是不错 夜晨嘴角 闪过了一抹笑意 接下来十几日 又是逃亡生涯 期间 他不止一次遭遇北楚大军的围杀 但都被他杀得鲨鱼而归 是夜 他又一次拖着血淋淋的盛区 逃进了颜绵大山之中 都给我等着 夜晨捏碎了丹药 疯狂地吞噬着晶圆 虽然不止一次受伤 但他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这一路杀过来 他不只是杀人 还顺带着抢了宝贝 或真价时的身怀巨腹 除此之外 最让他欣慰的 还是把北楚注意力 全都吸引到了他身上 又为南楚修建城墙 争取了诸多宝贵的时间 这才是他最乐意看到的 老大 还活着没 我 夜晨 星辰道深声音响起了 但话还没说完 便被楚灵儿的声音所打断了 而且 语气还带着哭腔 放心 我好得很 夜晨温情一笑 我会找到师父 在家安心等我们回来 你敢死在外面 我就嫁给别人 楚灵儿说着 美眸中 还有眼泪在打转 别闹 我 夜晨话未说完 眉头便不由的一皱 下意识地 看向了群山深处 那里 有些不一样 看起来没啥两样 但却有四影四线的云雾在飘渺 一席间 他还能看到 一道曼妙的人影 在翩翩起舞 如梦似幻 如九天下凡的哲仙 圣洁无瑕 下意识地 夜晨站起了身 开起了仙轮眼 缓缓走了过去 直至深入千百丈 他才发现玄机 这群山竟然有强大的隐秘法阵 许是年岁太久了 法阵阵脚损坏 这才透露了契机 不然饶事他也很难发现 前内城一剑 夜晨喃喃一声 左眼同力 极精汇聚 近乎眯成了一条线 拨开了飘渺云雾 看到了最深处的场景 那是一座山谷 山谷前屹立着一座 飘满花瓣的石碑 其上还刻着三个古老的大字 洛神渊 本章完 第九百一十章 洛神渊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洛神渊 夜晨喃喃一声 记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梦境 那是在三宗大笔时 梦到了一个和蔼的老人 嘱托他去洛神渊上一炷香 下意识的 夜晨动用仙伦眼 拨开了结界禁止 一步走了进去 驻足在那石碑前 洛神渊竟真的存在 夜晨正正地看着石碑 再次清难 那梦境 夜晨心神有些恍惚 已分不清 梦境是真实还是虚幻 两久之后 他才挪动了脚步 走进了山谷 一路上 他都在左右环看 这山谷甚是平静 到处都栽满了桃花树 漫天 都有桃花散漫飘飞 这像是一个凡人间村落 开垦有稻田 有溪流缠缠 有碎石 铺成的香间小道 花树掩映深处 还有几排竹屋坐落 竹屋前 还斜躺着几把耕种所需的锄头 夜晨心神又恍惚了 这不正是他所向往的世界吗 远离城市喧嚣 远离市道纷纷扰扰 开垦三五亩稻田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有爱人陪伴 共看晚霞 悄然间 夜晨推开了竹门 竹屋中摆设简朴 桌椅茶碗 都是那么的平凡 没有半点灵的气息 夜晨看到了一个灵位牌 其上缠绕着蜘蛛网 有岁月留下的灰尘 布满了沧桑之气 爱其燕妃 透过蜘蛛网缝隙 夜晨看到了灵位牌上 四个平凡的骨子 燕 燕妃 夜晨张了张嘴 整个人都正在了那里 燕妃 陈皇之妻 亦是三宗始祖之一 他未见过燕妃真人 但却见过其识相 这里是陈皇和燕妃曾经的家 瞬间 夜晨真正明白 此处为何地 那梦境的老人就是 夜晨眸中闪过了明雾之光 那梦境中老人 就是陈皇 始祖还活着 不然怎会入我梦境 夜晨思绪有些混乱 自己都为自己的猜测而心头一跳 那可是陈皇 大楚的皇者啊 不对 很快 夜晨轻轻摇了摇头 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他清楚地记得 那日 他进阶准天境之时 魔王和鬼王他们 差点进阶到了天境 若陈皇还活着 他们便不可能 引来那天境的雷结 他想不通了 既然陈皇已死 那梦境从何而来 难不成是残存的灵魂烙印 夜晨思来想去 感觉这个猜测最靠谱 因为对陈元还有眷顾 才不经意间 堕入了我的梦境 漠然间 他扶手取出了三株檀香 捏纸点燃 微微上前 插在了香炉之中 晚辈夜晨 再次叩见两位仙辈 夜晨跪在了 天庭圣主三叩首 毕恭毕敬 此乃对仙辈的尊敬 不知何时 他才退出了出去 未曾打扫布满灰尘 和珠网的竹屋 这是两位仙辈曾经的家 他们已然故去很久 这里的一切 应该在岁月中定格 夜晨坐在石阶上 静静地看着这片 田式宁静的世界 一席间 他还能看到灰动锄头的陈皇 也四若能看到 坐在支架前织布的燕妃 那时 他不是攻盖天下的陈皇 他亦不是明镇八荒的燕妃 他们只是 一对平凡的夫妻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不被世间纷纷扰扰所牵绊 夜晨看得入神了 强如陈皇和燕妃 也向往平凡 希望做一对平凡的夫妻 然 天下纷争 他们肩负着该有的责任 所谓平凡 只是一种奢望 不由的 夜晨心中 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悲意 玄晨是皇 胸怀的是天下 在他披上战甲的那一刻 便注定 他仪视为苍生所活 带脱下战甲 燕妃已逝 他打了天下 却是负了爱人 天下苍生 与你何干 夜晨开口了 却是声音沙哑 说得有些心酸 他笑了 笑得有些自嘲 口口声声在为燕妃名不平 但他又何尝不如陈皇 为了天下平定 为了那可悲的世道 铺上了那冰冷战甲 清风扶来 虽然温暖 却是让他不由的蜷缩了一下身体 平静地睡去了 清风依旧吹拂 凌乱了他花白的头发 发的缝隙间 依稀可见那张脸庞 刻着疲惫 那嘴边的胡茶 一根根都留着岁月的痕迹 我不怪他 宁静的洛神渊骨 不知何时 响起了这样一道飘渺的声音 那一道女子的声音 宛约而柔和 不带尘世污浊 无比的纯净 猛地 叶辰睁开了双眼 才见不远处的支架前 坐着一个素衣女子 她白发披肩 拨动着蚕丝 不紧不慢 时而也会抬手挽一下垂落的秀法 叶辰愣了一下 一秒之后 这才慌忙起身 拱手行礼 晚辈叶辰 见过前辈 人生 就如这蚕丝 一丝一缕都是痕迹 支出的是岁月 留下的是沧桑 燕妃轻语 依旧背对着叶辰 留下了一副 亘古不变的画面 是玄辰始祖 让我来上香 叶辰看了一眼燕妃 她 还牵挂你 是我为她披上了战甲 将她推给了沧桑 古老的事 在燕妃口中 是那么的平淡 悠悠岁月 沧海桑田 记忆还如红尘那般 在缓缓轮回 前辈后悔吗 叶辰静静看着燕妃 不求一生一世 但求走过 如此便好 燕妃轻笑 取下了织好的布料 取出了纤细的银针 取下了一缕银丝 一针一线 好似再做衣服 见状 叶辰张口 但画到嘴边 终是未曾说出 只是住足逐屋前 静静看着燕妃 不知何时 燕妃她眼中变得模糊了 虽在眼前 却恍如梦一般 遥不可及 清风拂过 叶辰身体颤动了一下 缓缓睁开了双眼 迷茫地看了一眼四周 下一秒 她猛地跳了起来 豁然看向了一方 才见那只架钳空空如也 骑上还布满了蜘蛛网 并没有所谓的燕妃在那织布 又是吗 叶辰喃喃一声 然 她突感手中软绵绵地 下意识低头 才发现 那是一件衣衫 并不是光鲜亮丽 乃是一件素衣 一针一线 都显得那么的平凡 这 叶辰正在了那里 心神有些恍惚 这是梦境中燕妃所知 圣主 燕妃还活着 天玄门大殿中 幻天水墓前的浮衙 愕然地看向了一侧的东皇太星 早已故去 东皇太星轻语一笑 那那件衣服 大厨 真是让我意外 竟然还有人悟出那种通天秘书 东皇太星 未曾回答浮衙的问题 但他的话语 却是飘渺无比 充满了无尽的深意 本章完 这就像我一样的故事 是 我一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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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